可以算出精確的年齡的話 那我前面講過是你可以利用 他的Y 那這個剛剛前面有做過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個練習 等於什麼 等於Dedif 所以這個Dedif恐怕要自己記一下 因為他不能用插入函數要自己打 前面的日期 逗點後面日期 在逗點要比什麼 比Y 那你就改打個Y 打勾之後的話他幫你算出年齡 那下下填滿當然其他 我們用改的好了 這個地方用M 打勾一下 那你會發現是那個 313個月 日的話呢 你可以打一個D 打勾就可以了 9554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用日期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比較簡單 不用Dedif等於什麼呢 這個日期 減掉 這個日期打勾 也是9554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這裡面其實是數字 數字減完之後 如果這個儲存格 的格式也是數字的話 他顯示出來就OK 所以日期天比較簡單 比較麻煩是月 因為月很多嘛 有31天 30 28 29 我們不知道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Dedif就很好用 另外年也是一樣 365天 一年齁 理論上是365 可是還有論年的問題 366天 那你怎麼知道哪一天是論年 你要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相當的麻煩 倒不如你交給Dedif就好 因為他會幫你去過濾掉這些問題 另外的話呢 就是有關YM YM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不理會那個 年已經算完了 那我要剩下的月告訴我一下 那你可以用YM就可以了 這個YM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年算完之後 那我想要知道 假設我年算完了 那8月15到10月12 相差幾個月 馬上出來有沒有 8月15到10月12 相差一個月 OK 他就顯示出來 那用YM就可以取得他剩下的月 那MD的話 假設年跟月都算完了 那如果你要算剩下的日的話 其實MD就可以 那MD的邏輯 基本上就是 不管年也不管月 15號到12號 這地方相差幾天 不過特別注意 後面日期如果比較小的話 他會當成是下個月份 下個月的12號 所以算出來是27天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上面的邏輯 帶到下面的話 怎麼做會比較簡單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一樣就是在 油標放在年年的地方 等於什麼呢 一樣先做Dedif好了 Dedif 然後錢瓜阿虎 前面日期是他生日 豆點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那今天的話 前面我們是另外產生一個儲存歌 不過我如果不產生 我直接在這邊打什麼 打today就好了 你直接在這邊打個today 記得小瓜阿虎一定要加 即便你沒有傳任何引述給他 你還是要打 豆點比什麼呢 我要先比稅 他幾歲 所以打個y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後瓜阿虎一下 這邊後面的話呢 雙以後 打勾一下 那這個時候大家會出現44歲 可是呢 我們這個公式裡面呢 還沒完成 我們後面還需要串什麼 幾歲 豆點 月跟天 那怎麼辦 其實有幾個簡單的方法 要是我的習慣這樣 我就先把 那個字串先串在後面 再來改裡面的N就好了 那怎麼做 一 把下面這個參考 歲到天 先 複製一下 切到那個剛剛delive的後面 公式要跟字串串的話 1 加一個N的符號 2的話呢 雙引號 兩個 再移到中間 把剛剛這個字串有沒有 放到這個兩個雙引號中間 貼上 好 那這個第一個階段 就把它打勾一下就好了 打勾 那你會發現 44歲 N個月 又N添出來了 可是兩個N怎麼辦 很簡單 第一個N呢 這公式呢 就是把前面的delive 怎麼樣 把它 改成 ym 第二個N的話 就改成md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 可以剛剛好 把這個公式呢 把這個公式呢 直接放到N裡面 取代掉 特別重要 這個關鍵 以後 如果你要把一個公式放在一個連續的字串當中的話 你必須要先把它切開來 切開來之後呢 中間必須要用串接符號串接 那切開來的時候特別重要 如果我切開來 它本來前面有一個雙引號 如果切開來的話 你必須補一個雙引號給它 那後面有一個雙引號 前面要補一個雙引號給它 中間用m的串接 然後把公式放進來 這個概念應該有啦 這個很重要 因為其實未來很多比較複雜的東西 大概都是這樣串起來的 那串的方法 我串一次給各位看 一先選取N 那我習慣先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前面一個是接前面的 後面是接後面 這樣就分開來 本來是一個字串 變成兩個字串 那中間要放東西的話呢 ANDAND 再移到中間 AND是怎麼樣呢 前面是跟這個前面的字串串 後面跟後面串 中間放什麼呢 請你把剛剛的這個dedif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公式複製好 放在AND跟AND中間 貼上 把這個YM 把它Y改成YM就可以了 打勾一下 有沒有 44歲 10個月 天的話怎麼做呢 一樣 再做一樣的事 算一號算一號 移到中間 ANDAND移到中間 貼上剛剛那個公式 如果太長的話呢 旁邊有個箭頭 點一下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MD 打勾 OK 算完了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懂的方法 你很快就可以把 他這個人生日到目前為止 的實際年齡 完完全全給算出來 所以當然你可以 利用同樣的方法 你就知道你 活到今天 總共幾年 幾歲又幾個月 又幾天了 不然的話 以前要算的話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好 那你可以試試看 應該理論上是沒有錯 好 向下填滿 那所有的人的那個 精確的年齡 就可以很快的幫我們做出來 那這一題呢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利用Dedif 其實當然 如果你不會用Dedif的話 哇這題實在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Dedif呢 在這裡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只要是計算什麼 我剛剛提過的 就是年月日 年月 日的話其實不是那麼重要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說我要算 兩個日期相差幾天的話 直接減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有個概念 然後剩下來的YM MD 這個可能就 會配合後面的這個 這個練習題 請各位試著把 這一個 最後完整的日期 把它做出來 那這個當然在簡報裡面 我們在講義裡面也有 這個最後完成的公式 那可能還是要 試著把那個 可能比較容易出錯的 也許是 那個 那個串接的過程 有沒有 就是一個完整的 自串 我要放一個公司進來的話 一定要兩個雙引號 兩個end 把公式放中間 那未來當然 這個應該 以後也會不斷的再出現 類似的應用 因為這個 這個我想 工作裡面有蠻多 可能會需要類似的 這種做法 就是一串 所以一定是什麼 它的規則一定是 一個雙引號 雙引號 再用end end 然後再把那個 dative的公式 放在這個中間 那因為它原來有一個 雙引號 前面一定有個雙引號 後面有個雙引號 後面有個雙引號 那後面有個雙引號 那中間的東西 就是它的自串 那這個時候就被分開來了 中間串一個什麼 就串一個 它需要的那個 其實在這裡的話 中間東西有點像一個變數 它會自動幫你把 那個裡面的結果產生了 然後再跟前後的文字 串在一起 串完之後 再幫你把結果 丟到儲存歌裡面去 它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 先把那個 完整的日期部分 先計算出來 這個我想 工作裡面 只要想到日期 大部分都會用這個來做 那再來的話就是 我如果要做年曆的話 如果待會這個做完